接連幾天的市政總質詢 台東市代表會 5月11日 登記質詢 由謝龍泉副代表主席 陳慶忠 林憲瑤 陳明豐代表 登記質詢 第一的問題 我們全家庭的問題 第二的問題 公關所有的問題 第三的問題 健康的問題 還有幹部庫的問題 所有的問題 總共一句話 我們說的 市長 無錢我們要照顧 我們為無理自炊 無錢 要做什麼事 根深路 示範道路 現在示範道路 人口要照出來 人家拔頭 怪什麼 怪公所嘛 對不對 怪公所嘛 是不是 是 說得不清楚 市公所市長 現在 說到八個 打本舍 打廚餘 後面再一句 一字而已 S開頭啦 市長你還要打 當然我們 為民服務 不合彼此啦 我們現在在感覺上 就是最近的垃圾 成為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因為分化路可能沒辦法轉 沒辦法轉我們這裡修飾 一大一 垃圾 但是最遺憾就是 包括他轉他們的保温 現在就是說他的時間 因為有時候阿瑜 就一個掩埋場 他必須要停滯一個 時段之後 我們才能做 其他富裕工作 那有關於他的澡氣 或者他的污水要蒸發 甚至他裡面的廢棄物 需要浮化 既然是市民廣場 殘障人士要怎麼進去 你有像這點嗎 很多殘障人士 跟我們抗議 你們在市民廣場 特別有市民去 我們殘障人士也是市民 我算不可以進去 我想無障礙設施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落實 所以我們要行穩給縣政府 告知說這個部分是不是 可以增設無障礙設施的 一個方式 讓殘障人士能夠進去 我相信這應該是 這些人孔該又敲銷又出現了 請教公務課長 什麼叫示範道路 能夠把我們的路面 能夠更為平整 然後就人手孔 凹凸不平的部分 也能夠由 相關的管線單位 去做整理 更重要的是說 在路面有坑洞的部分 希望能夠維持在 24小時以內 平常 所有市政 都是替台東未來建設 此次第10屆第2次定期會 在5月11日完成結束 東台新聞 鄭大方 杜志根 楊國柱 報導 鄭大方